亲爱的朋友,你好,很高兴 来到情感小镇,我是文姐 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电视剧 都挺好 最近应该是热播的一部电视剧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现在已经播到十二、十三集了 过去呢,我是从来不喜欢追剧的 后来也是因为陪女儿看剧 然后呢,偶尔会有好的剧呢,会追一下 那么这部剧呢 为什么我把 海外留学这部剧人 称为他们的心酸史呢 我是这样理解这个事情的 从片宗 苏大强 他的这个 现状 以及他的人生的态度 来看 我认为他们的生活 真的是很苦 这份苦无关乎物质条件 关乎的是 他们的心灵 他们的思想 现在的孩子呢,相对就好得多 现在孩子呢,可以更多的为自己考虑 可以更多的为自己的理想 为自己的事业 为自己的人生去考虑 而那个时候的孩子们 很多时候 他们背负的是整个家庭 甚至是整个家族的这样的一个重任 然后留洋到海外 留洋海外之后呢 那么为了家族 为了家庭这样的面子也好 荣誉也好 愿意或者不愿意 都可能要努力的留在国外 留在国外以后 现在我们在美国生活久了 然后呢,我们和美国的一些人 接触久了 我们会发现 很多时候呢 在这里生活的人呢 未必是很开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始终背负的是别人的责任 别人的情感 别人的义务 别人的荣誉 而没有真正做他们自己 他没有办法做自己 因为你必须家里花那么多钱公里出来 那么父母对他是重重的期待 那么现如今的年轻人呢 家长们都会讲 好,我只给你提供多一条路的选择 至于你回还是留 由你自己决定 现在的孩子就可以更多去选择 做他心中想做的那个事情 而那个时候的人呢 没有办法 他们的苦呢 我认为不是苦在物质条件上 在美国生活呢 我想就是 应该说华人呢 就是说 想 所说的 入到主流社会 或者说是 有怎样的一大笔财富的话呢 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呢 我想 大部分人呢 过着都是 普通人的生活 那么普通人的生活的话呢 应该说 嗯 不穷也不富吧 但是呢 美国的各项开支呢 我们 看到就是说 物质 就是吃饭没多少钱 然后买东西没多少钱 貌似木质生活呢 挺容易的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它还有其他的各项开销 其他的大的开销 所以呢 在这里真正生活的人并不富裕 我想富裕的人并不多 多数人都是普通人的生活 那么这样不富裕的生活呢 那 在美国当年很辛苦的留下来了 而他们回国以后呢 却不得不 装作吧 真的是装作 自己在美国生活的很好的样子 而实际上真的未必是那样子的 然后 国内呢 经过改革开放 国人的这个物质财富大量的积累 快速的积累 可以说 很多时候啊 就是我身边有朋友都是这样子的 回国以后 带的礼物 带贵的 讲真 真的消费不起 带便宜的了 讲真 国内的亲人 也真的看不上 所以说呢 我认为 有一部分 或者说有相当一部分吧 就是 就是当年 老的留学移民 留在这里的那部分人 现在呢 可能也都到了 大概是我这样的一个年龄了 我想 内心 是 有些 苦闷的 内心是有些 彷徨的 他们的苦闷和彷徨 真的不是来自于物质 虽然说不富裕的话呢 但是美国呢 就是说你能够很好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相对来讲的话呢 你穷也好 富也好 阶级的分化呢 虽然说也明显 但是呢 不会切身的影响到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人们因为人们攀比心并不强 人们相互比较的这个意识也并不强 所以呢 你安心过你的生活的话 你会很安逸 但是呢 我想那部分人 就像我之前曾经做过一期节目 叫做是 为什么 有些人 很多人啊 富有了 生活 物质条件富有了 但是呢 精神生活 并不快乐 等一下我会把那个链接放在下面 那个里面我说的比较透 今天这期节目呢 并没有就是深刻准备 只是想起来呢 就是这样子 也要这样的说 所以呢 就是那一批人 早年留学 留下来的人 他们的内心的困苦和彷徨 来自于他们背负着整个家庭 甚至整个家族的荣誉 甚至整个家族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这样的一个责任来到美国 留在美国 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做他自己 我始终相信 当一个人 你没有真正做你自己的时候 无论你多么富有 无论你多么就是说 那个看起来就是 星光灿烂 但是呢 内心一定是 还是有缺憾的 或者说一定还是有遗憾的 所以我想 现在的人已经好多了 现在的孩子们也好多了 现在的家长呢 也同样好多了 就像我们 带孩子出来 但是呢 不会强迫孩子 你就留在美国 也不会强迫孩子 你就干什么 告诉孩子 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呢 去完成你自己的人生 一个人呢 当他真正就是 做的事情 都是自己想的 自己要的 那么他内心 无论失败 失败了 他会很痛 成功了 他会很幸福 而过去的人呢 没有办法做自己的时候呢 就说成功了 那份喜悦 也并不强烈 失败了 那份痛 也并不痛 而内心呢 总是有一种彷徨在那里 好 亲爱的朋友 今天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可以继续聊 都挺好 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呢 真挺好的 但是呢 其实 都不怎么好 呵呵 好 再见